原来江爷爷是因为担心福宝的生活状况而再次更新全职爷爷视频 时隔三个月江爷爷在个人社交网络平台上出其不意更新了宝家族视频 那熟悉的开场白和爽朗的笑声又一次把我们带入宝家族的有趣日常 同时很多粉丝依依和我一样充满疑惑 大家都知道福宝出生在疫情时期 面对着爱宝乐园经营困难的情况将爷爷开设社交账号 为福宝拍摄视频增加关注度和曝光度 自2021年3月开始两年多的时间 制作一系列以全职爷爷视角视频 成为了众多粉丝在最艰难疫情时期的精神支柱 这些视频不仅陪伴着他们 还为他们提供了心灵的慰解 后来福宝回国了 基于各种原因将爷爷突然停更了这档视频并退居二线 把账号给了剩下意义 现在将爷爷更新视频 给大家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表示疑惑 其实自7月4日将爷爷看福宝之后 虽然以福宝现有的知名度 来看福宝的游客依然很多 但是将爷爷担心如果时间一长 大家会产生疲惫感 毕竟心宝饲养福宝的方式和爱宝乐园时期完全不同 心宝遵循自然半野化饲养方式 爱宝乐园会更多的进行互动 给予情绪价值 将爷爷担心福宝会随着热度的降低 甚至被人淡忘 所以将爷爷决定重新更新全职爷爷视频 虽然视频中并未出现福宝的身影 但是当看到将爷爷熟悉的笑容用着熟悉的开场白音乐 让我们感觉福宝法不又在身边 想必将爷爷再以这种方式想念着他的大孙女福宝吧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无论福宝在不在爷爷身边 但是爷爷们一如既往地深爱着福宝 这一份执着难免让人动容